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的鼻还有没有流鼻血啊 还有 在读外国宣言的时候 他的鼻突然之间不停流鼻血 那是不是无端端流鼻血 还可以是怎样 他自己弄 你的意思是说他弄到自己流鼻血 没错 我觉得你对历史科的热成很有问题 但我真的很喜欢历史科 我就是想说这个问题 你这么喜欢历史科 可能令到那些学生重视历史科 比其他科目多 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 我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 我会试试对其他科目 都一样有热成 不是 我只想你不要微化历史科 我只是想说这个东西 我叫邓慧杰 同流的艺术总监 是这次胜数的导演兼演员 我所思练的角色就是里面的唯一一个男角 Father Flynn 是一个神父 他被怀疑又性侵一个黑人小朋友 所以就和老秀女有一些角力 在电影里面 是的 声数的原文叫做dubbt dubbt 如果你直译它的话 叫怀疑或者疑惑 那里面就是透过了一个修女校长 因为要征查或者想将他觉得是学校里面的一个肿瘤拼 他在找不到真正的情况下 他仍然坚信自己曾经尝试过 或者他曾经面对过的一些问题 他克服了 用那个经验去继续征查下去 所以他就远离了他的信仰多一点 所以他们就觉得自己很不开心 因为剧本其实太扎实了 就是他九场戏 每一场都有东西推进 也都有他比较戏剧性的场后 也都有一些听起来好像一些很长的monologue 因为我当中有两段港渡 所以作为导演 其实遇到一个好剧本的话 其实是舒服一点的 有些空间去想一下一些画面上的东西 所以这次我希望能够在画面上 再做多一点很多东西 我觉得这件事 分不分享不是一个最重点 反而出到来的时候 跟着剧情推进 会不会能够令到观众再思考多一点呢 因为当你知道真相 你只不过好像 你知道一些behind story 而整件事在剧情里面 是不需要知道真相的 重点就是你不要知道真相 你才会有那种怀疑出现 所以我也没有刻意地说 要说给他听 不说给他听 或者是怎样 因为在里面 就算我的角色也好 我不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时刻 告诉大家 我做了错了 就算我的演绎是说我有做过也好 所以观众入场看 你自己想一下究竟 从你的观察看到这个神父行为 看到他们的争辩 你究竟相信哪一样 有什么事情 对我来说 我想最大不同的对我来说 就是因为我要坐出来做导演 虽然当时我都要以团的艺术总监身份 有时候会准备这件事 但是我尽量在自己做 只是演员职责的时候 有一些事情都不会太过介入 在导演的职权上 但是这次就要小心 在整件事上 我要小心 究竟我现在和他们说的论 是演员和演员之间的磨合上 大家讨论 还是一些导演的意图 我要清晰地演员明白了之后 去将它传达出来 那这些事情就是 要很小心地处理 我是伍杰欣 C.C. 今次演出做演员 那个角色名叫 Sister Aloysius Gouffier 是圣基德克里斯学校的校长 好,到我了 我是杨琪 我在电影里面是 飾演Sister James 这个电影呢 其实都很厉害 对于我来说 它好像 不是说很多演员 又不是说很大的蝙蝠 但是它里面说的疑惑 是很疑惑的 就是我想教会 它的角色永远在社会上 是会不变的 就是会 就算它多亲民也好 它都是有一种神性 不可侵犯的一种 权威 所以 所以 其实 当然 这个电影 设计在1964年 好像 特意 讲回教会 其实要想改革 那个年代 所以更加一些冲突 跟这些 所谓的生态 要亲民一点 那些 但其实我觉得 一直都没有变过 虽然我的样子 都很疑惑 但其实Sister James 她是一个很单纯的样子 很多东西 她是 她愿意去接受 就算她不认同的东西 她都会想试试 试一下用你的方法去 去理解 你角度里面那件事 但她内心就一直 不是的 我以前很平静的状态的时候 不是这样的 同样我生日不是那么远距离 但Sister Elijah 我会提她 其实我们作为一个成绩人 我们是必须跟她们 是要有距离的 这个是Sister James 她不认同的 但她不认同 不代表她会反 Sister Elijah 但她会 在尝试改变的过程 她就不是受了 刚才你提出的同性戀 这个问题 对于阳几来说 是 因为以前比较保守 所以令到现在 好像发现了之后 很多标签 如果大家可以 叶名标签那些人 其实她只不过是一个人 她是一个会爱人的人 是的 每个人的取向都不同 我们应该要尊重每一个人 这个就是阳几的题目